末世基督座谈纪要 传福音是所有信神之人义不容辞的本分 有些人信神多年 为什么走上敌基督的道路了呢? 这就是人的本性实质决定的 凡是恶人没有良心理智的人 都是不喜爱真理的人 所以他们信神自然就会选择走敌基督的道路 同样都是信神都读神的话都听讲到 为什么有些人就能选择走追求真理的路 为什么有些人就能选择走追求名利地位 追求得福的路? 客观环境都差不多 只是人性品质不一样 个人喜好不一样 所以选择的道路也不一样 神的羊听神的声音 末世神说了那么多的话 神的话语发表了将近三十年 他都没听懂 那他是不是神的羊? 不是神的羊就不配称为人了 不喜爱真理 不追求真理的人 他们都注重什么? 都追求什么? 应该容易看得出来 他们追求地位 追求得福的心特别强烈 怎么交通真理也听不进去 他们不但不接受真理 还能映着景象追求名利地位 不但没有自知之明 还总是比功劳 到处宣扬自己的资本 这样的行为、做法 是什么性质? 作死 对了 保罗就这样作死了 人听了这么多年的道 还能像保罗一样不知悔改 丝毫不明白真理 也丝毫不接受真理 这不就是作死吗? 刚开始不明白真理的时候 人的有些行为、做法 是出于仁义、有掺杂 或者也有些交易 有个人的存心欲望 这些神不看 因为你不明白真理 在神的话 没像人说得那么明白的时候 神允许人有败坏、有掺杂 也允许人有软弱 允许人搞交易 但是 神的话说了许多 已经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还执意地认为 你所持守的 你所行的是对的 而否认神所说的这些话 甚至对神所说的话 不屑一顾 置之不理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神对这样的人 是什么态度 神怎样看这样的事 神会说 你不喜爱真理 不喜爱正面事物 你就是个不信派 这样的人不相信有真理 不相信神所说的 这一切是真理 是人蒙拯救的道路 他不接受这个事实 虽然他没有否认神的这些话语 但也没有接受神的话语 从他的表现流露 就能看出 他走的不是追求真理的道路 他走的是什么道路呢 就是要靠着自己的资本 跟神腰上 走的就是保罗的道路 无论怎么解剖保罗 他也不跟自己对号 怎么解剖保罗 他也不回头 不悔改 也不认识自己 他还认为 自己做的都对 都合乎真理 不管神发表多少话 无论对这类人 怎么解剖定罪 他都丝毫不反省自己 他信神的观点 得福的存心 与神搞交易的做法 丝毫不动摇 不改变 这个原因是什么 他听不懂神的声音 他也不听神的声音 就是神无论怎么说 对他来说 都无关紧要 你说你的 我行我的 你是你 我是我 你无论怎么做 你的心意是什么 关我什么事 无关我的生死 这是什么人 不信派 他信的是谁 他信的是他自己 这类人可不可恶 可恶应该灭亡 这不是神拯救的对象 所以说 在传福音这个队伍中 有很多人 如果总要吃老板 遗老卖老 向神邀功情赏 这就要麻烦 根据他们的行为 给他们结局的定义 就是作用 那以后碰到这类人 你告诫他 别作用 这合不合适 他如果还能传福音 你就别这么说 你可以提示他 警告他 旁敲侧击地引导他 尽量地帮助他 但是 如果他这个人的实质性情 真的跟保罗一模一样 那我们应该怎么对待 知道他是在作死 但不告诉他实情 还要鼓励他 继续让他效力 这叫羞辱撒旦 这么做合不合适 利用撒旦效力 这是神的智慧 如果你这样对待弟兄姊妹 这是恶行 神厌憎 你利用撒旦效力 这就叫羞辱撒旦 这叫智慧 大红龙撒旦 母鬼 为神选民效力 这是不是神做的 那怎么看这是 这是神的智慧 这事不能定罪 这是真理 撒旦这个东西 你就得利用 你不利用它来效力 有些工作就不好做 就不容易达到果效 走追求真理的道路 走蒙拯救道路的人 也有效力阶段 但不是永久的 神不是用智慧让你效力 而是你必须得经过这个阶段 因为你不明白真理 你做很多事没有原则 凭几亿 从实质上来看 你不愿意效力 但客观事实上 你就是在效力 只有把力效力 只有把力效好了 人逐渐明白神的心意 明白真理了 才能逐步地过渡到追求真理 达到真实的尽本分 达到顺服神和神心意 逐步走上猛拯救的道路 但是这个效力 跟利用撒旦效力 是两码事 性质不同 神只是利用撒旦效力 但神不拯救撒旦 真心信神的效力者 他若能追求真理 就是神拯救的对象 对于有些效力者 他有用的时候 就利用他效力 如果他打岔搅扰教会工作 就得严厉地警告他 再不悔改 就一脚踢出去 开除他 就得这么对待 如果他平时 能老老实实地效力 不搅扰工作 那就让他继续效力 也可能 他有一天明白真理了 还能猛拯救 这都是好事 何乐而不为呢 不能给人提早定罪 有些人被定罪 是因为什么 就是搅扰的太严重了 怎么交通真理也接受不了 就是不好好尽本分 本性实质就跟保罗一模一样 死不悔改 这定规就是作死的东西了 这类人 这类人教会里应该有 在传福音的队伍中 应该也有 你们说 如果让这类人知道实底 好不好 怕不怕这类人知道实底呀 他如果能对号入座 能悔改 这还是好事 得给人机会 不能一棒子打死 但他要是知道实底了 该怎么做 还怎么做 继续搅扰 这就真是作死了 人自己不往好道上走 这就不客气了 对待这类人 就该清除淘汰 关于传福音的实行原则方面 基本上就是这些 传福音得尽到责任 必须认真对待 每一个福音对象 神是最大限度的拯救人 人应该体贴神的心意 不要轻易错过 任何一个寻求考察真道的人 另外 传福音必须掌握原则 必须对每一个考察之人的 宗教背景素质高低 人性品质这几方面 进行观察 了解 掌握 如果发现有渴慕真理的人 他对神的话有领受能力 能够接受真理 这就是神预定的人 应该尽最大努力 交通真理 把他得着 除非他人性不好 人品太坏 假装可目 一个劲穷变 死抱观念不放 那就应搁置一边 放弃他 有的考察之人 有领受能力 素质特别好 但就是太狂妄自视 死守宗教观念 就应该凭爱心 耐心的交通真理解决 如果怎么交通真理 他都不接受 才能放弃 这样我们也做到 仁至义尽了 总之 对每一个能承认真理 能接受真理的人 都不要轻易放弃 只要他愿意考察真道 能够寻求真理 就要竭尽全力地 给他多读神的话 多交通真理 见证神的做工 给他解决观念问题 争取得着他 把他带到神面前 这就符合传福音原则了 那怎么能得着他呢 如果在交谈过程中 看准这个人素质好 人性也好 你必须得千方百计地 尽到你的责任 需要付一些代价 需要有一些方式方法 不管用什么方式方法 都是为得着他 总之 为了得着他 你就得尽到责任 尽到爱心 尽上自己的权利 把你明白的真理 都交通出来 把你该做的都做到 即便没有得着他 你也问心无愧 这就是人至义尽了 如果你没有把真理交通透 人家死报观念不放 你失去耐心了 就主动放弃这个人 这属于失职 对你来说 这就是过犯 是污点 有些人说 有污点 是不是神就定罪了 这事就看人 是不是故意地 一贯地这么做 偶尔的过犯 神不定罪 只要人悔改就可以了 但明知故犯 死不悔改 就该被定罪了 明知真道 故意犯罪 哪有不被定罪的 如果根据真理原则来看 这属于不负责任 这属于不负责任 应付糊弄 起码你的责任没有尽到 神会这么评判你的过错 如果死不悔改 就被定罪了 所以,为了减少或者避免这样的失误 人应该竭尽全力地尽到责任 积极主动地解决考察之人的一切问题 尤其在关键问题上,绝不能拖拉单言 如果考察的人反复问一个问题 你应该怎么对待 应该不厌其烦地解答 想方设法地把问题交通清楚 直到他明白了,不再问了 你的责任就尽到了 你心里也没有愧疚了 最主要的,在这世上你对神没有愧疚了 因为这个本分,这个责任是神交给你的 你处处坐在神前,面向神做 处处根据神的话对号,按真理原则去做 这样实行就完全合乎神的要求 这样你所做出来的事,说出来的话 人家就得益处,就赞成,就容易接受 你说话有亮光有实际 话说的明白就能避免争论争执 同时能让人明白真理得着造就 如果你说话寒昏,模棱两可 交通真理不透亮,没亮光,没实际 人家的观念问题解决不了 还容易让人抓住把柄,论断你,定罪你 这问题就更不容易解决了 可能得多交通几段神的话 才能让人明白真理,接受真理 所以,传福音说话得有智慧 还要把真理交通透亮 能解决人的观念想象 达到让人佩服,心服口服 这样就容易达到果效 使人顺利地接受神的做工 这对福音扩展就有利了 关于传福音的实行原则 还有一方面 传福音的人必须得端庄正派 言谈举止,合乎圣徒体统 在传福音的过程中 所作所行都得授点约束 行为得减点 有些福音对象不喜欢陌生人打扰 那你该怎么给他传福音 有的人给人传福音 一天打三个电话 人家一下班他就往人家里跑 见面就给人家读神的话 不管人家多忙也不会找时机 这很容易惹人烦 有的人愚蠢到一个地步 还能跟考察真道的人说 这世界多邪恶呀 撇下工作吧 别上班了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大灾难要来了 赶紧信神吧 这样传福音合适吗 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人家是外邦人 还没接受神做工呢 说这些话有必要吗 另外 对于福音对象 一些私生活的事 或者个人的观点 不要干涉 比如 有的人跟福音对象说 你看你还信神呢 咱们信神的人 不穿这种外邦人的衣服 信神的人不吃这种东西 得吃什么什么 这是不是多管闲事 这叫愚昧 你的言语行为 一时不得当 也可能会让你 这次传福音所付的代价 付之东流 所以你得处处小心谨慎 得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 行为得减点 什么叫减点 就是做事得按规矩来 看看自己尽的这个本分 适合说哪些话 福音对象愿意听哪些话 人家讨厌的 人家讨厌的厌烦的 你别做别说 涉及个人隐私的事 别问 更不能干涉 比如 人家有两个儿子 你说 有两个儿子不错 要是再生个女儿 不就更好了吗 这关你什么事啊 有的福音对象 懂英语 你就说 你英文这么好 要是信神了 在神家尽本分多好 神家就缺你这样的人 这样说合适吗 人跟人不一样 也可能他信了以后 比你还积极 还热心 但是现在他还没信 没接受 你千万不要赶鸭子上架 千万不要干涉 别人的生活 明白了吧 还有一种情况 在传福音的过程中 有些人接受了神的末世做工 也明白了一些真理 就觉得自己比一般的雍人 俗人高贵 对外邦人都是藐视 甚至见到考察的人 也藐视瞧不起 觉得你们这些人呀 不接受神的末世做工 就是瞎眼愚昧无知 是该死的祸 不值钱 我今天给你传福音 这是本分 否则我都不搭理你 这是什么态度 你无非就是接受了 神的末世做工 你不比其他人高贵 你就是国王 不也是败坏人类中的一个吗 你比人家高在哪儿 不要藐视考察真道的人 即使你给他传福音 你也不比他高贵高尚 别忘了 你跟他一样都是败坏人类 这个你心里一定得清楚 不要总以一种玄乎济世 或者要普度众生的眼光 去看别人 总觉得 你们这些没接受福音的人 我每天都在为你们这些人 着急上火 你上什么火呀 你自己的问题都没解决好 还为人家的事着急上火 这不是虚伪吗 这不是欺骗人吗 别假冒为善 其实你什么也不是 你就是接受神的新工作 二十年三十年 你也是个无名小卒 你就是天天跟神生活在一起 与神面对面的说话 你也是个普通的人 实质没有变 把福音传给别人 这是在尽本分 这是你的义务责任 你应该明白 不管你得多少人 你还是你 没有变成另外一个人 还是个败坏的人 即便你得了许多人 也不能骄傲 更不能嚣张 不能摆老资格夸耀自己 说 我传福音多年 总结了很多经验教训 不管给什么人传福音 一眼就能看出 是好人还是坏人 是该传还是不该传 如果应该传 好不好传 能不能传进来 我都能感觉得到 对可传的人 怎么能把它传进来 我都有办法 虽然你传福音有经验 但生命进入还是很浅 虽然有点生命经历 也有点变化 但有时还能夸口显露自己 这是不是问题 有恩赐的人 最容易夸夸其谈 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 总爱教训福音对象 总想让人高看他 崇拜他 这是不是性情的问题 只有行为的变化 没有性情的变化 能不能见证神 如果没有性情变化的见证 只是能讲福音真理见证神 这能达到和神使用吗 人家接受真道 需要明白生命进入的真理 实行方面的真理 你没有实际经历 不知怎么讲经历见证 这是不是缺少 如果总注重讲道理 让人仰望高看 总想占高位 这是见证神吗 绝对不是 这是见证自己 这属于败坏性情 如果不经历审判刑罚 怎么能达到性情变化呢 有些传福音的人 能讲一些经历见证 人家听了很得益处 也很受感动 从心里佩服他 但他还能存着敬畏神的心 不藐视任何福音对象 能跟人说点知心话 能和人正常相处交朋友 的确有点正常人性的理智了 这是怎么达到的 这就证明他性神 还是有收获的 起码明白了一些真理 对自己有了一些认识 生命性情有点变化 就再也狂不起来了 他再看到没接受福音的人 就觉得 当年我也是这样 不能小瞧他们 我自己也不怎么样 心态就不一样了 人对自己的本性有认识了 再看福音对象流露点 无知愚昧或者软弱 就觉得很正常 别耻笑别人 也不要抱着 看谁都是云云众生的 这种感觉 这种态度 如果抱着这种态度 对你传福音就有拦阻 有影响 但是 有时候看见许多人 刚信神 心里就产生这些败坏情形 比如 你接受神的末世做工二十年了 你传福音都十年了 到福音对象中间 他们就总觉得 你比他们高 说 你信神都二十年了 我们才刚刚接受 我们的身量还很小 这比起来 咱们之间就有差距 你是大人 我们还是刚生下来的婴孩 他们这么比 你应该怎么想 虽然自己比他们早接受 信的时间比他们长点 但是在生命进入上 在真理上 还差得挺远 还没有接受 神真正的审判刑罚 离蒙拯救被成全 还有很远的路 你心里知道自己的实底 人家再怎么高看你 仰望你 你是什么感觉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别仰望我 你会反感 你不会觉得有享受 因为你心里清楚 自己什么也不是 什么真理也不明白 只会讲点自举道理 人就是愚昧 好仰望人 如果你乐意享受 被仰望的感觉 还乐在其中 这就麻烦了 如果你感到厌烦 你想离开这样的场地 你不喜欢别人 用这种方式对待你 那证明你对自己 有些认识了 这个情形是对的 这样你就不容易犯错 不容易做错事 我说的这些基本上 是人在传福音的过程中 常常遇到的事 一方面 需要你们在消极方面 避免一些不合适的说法 做法或者行为 还有性情方面流露出来的 一些不合适 不合真理的东西 另外 在积极方面 在尽这个本分的过程中 应该有对本分中心 负责到底这样的态度 能达到尽本分合格 在这个过程中 逐步地寻求真理 寻求原则 达到满足神的心意 争取自己所尽的每一样本分 都能坚持到最终 忠心到底 不管所尽的哪方面本分 都能让神满意 蒙神纪念 有可取的部分 有合格的部分 在传福音期间 你得争取让过犯越来越少 过失越来越少 尽本分搞交易 邀功情赏 这样的情形 欲望 野心 越来越少 同时 积极主动地追求 把自己的责任尽上 绝对地尽到自己的责任 把本分当成自己分内的事 还有 争取让自己所尽的这个本分 过多少年之后想起来 都问心无愧 就是能让你感觉亏欠的事 得逐步减少 不能一点变化也没有 如果在传一个福音对象时 你的本分没尽好 你心里觉得难受亏欠 觉得功课做得不足 但过后传福音时 还是同样的情形 没有变化 那在这个期间 你就没有长进 没有长进代表什么 这方面真理 你没实行出来 你没得着 我所交通的这些 对你来说 始终是道理 如果你的过犯越来越少 过失越来越少 感觉亏欠受控告的东西 越来越少 这代表什么 你尽本分的纯洁度 越来越高了 你的责任心 越来越强了 也可以说 你尽这方面本分 越来越有忠心了 比如 以前传福音 就是靠人的办法 而不是靠交通真理 或者讲解圣经章节 现在感觉那样做不合适 不是一个接受神托付的人 该做的 有点羞辱神 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 也可能你们现在 没有这个感觉 但是到有一天 你对各项真理 装备的越来越多 你具备一定的身量了 你会用一种 更准确 更实际的态度与眼光 看待你之前的做法 这就证明 你里面的情形 已经正常了 你现在对之前的那些做法 没有任何感觉 不会鄙视 也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评价 而是不痛不痒 这是不是很麻烦 这证明 涉及这些方面的真理 你里面一点都不具备 甚至对人的各种恶行 评计 对人不合真理的做法 你的态度是麻木的 是接受认同的 甚至是与他同流合污的 那你里面是什么情形 你喜爱不义的东西 喜爱与最有关的东西 喜爱与真理不相符 相悖的东西 这就很麻烦 如果你按照这些做法 实行下去 会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这个后果是什么 你在不断地积累你的恶行 离蒙拯救的道路越来越远 为什么说越来越远呢 因为你在尽这项本分的过程中 不寻求真理 办事也没有原则 尽凭几亿几的喜好 怎么能达到合格的尽本分呢 你尽本分的目的 不是为了进入真理 而是为了完成任务 然后去交账 你遵行的不是神的旨意 接受的不是神的托付 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在传福音的过程中 所走的不是一条 通往蒙拯救的道路 而是效力的道路 是保罗与神搞交易的道路 那你所作所行的 在神那儿早晚会被定归为 与保罗一样的结局 是不是这样一个结果 绝对是 相反 如果你在传福音的过程中 你的方式方法都是实用的 你的出发点 你的存心 都是为了满足神 环抱神的爱 你做事的原则 你所走的道路 都是按着神的要求 完全符合真理 这样实行达到的果效是什么呢 就是你能越来越明白真理 办事越来越有原则 生命也越来越有长进 对神的信心 爱心 忠心 逐渐加增 这就走上了蒙拯救的道路 同时 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 逐渐地省察自己的悖逆败坏 省察自己的各种败坏性情 然后达到 在尽这方面本分的过程中 能够越来越有约束 有敬畏神的心 有顺服 之后你的责任心越来越强 你忠心的纯洁度越来越高 你对神的敬畏也加深了 同时 你对各项真理实际的那一面 也越来越有经历与认识 这样 你所走的道路 就与保卢走的路完全相反 是属于彼得追求真理的道路 正是蒙拯救的路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你自己也会体验出来 神也会称许你 你心里越来越有平安喜乐 在神看 你所行出来的 所流露表现出来的 无论中间有过多少曲折 或者走了多少弯路 或者消极软弱 甚至失败跌倒 但是整体来看 你所走的是一条蒙拯救的道路 那神会怎么定归你的结局 神不会着急定归你的结局 神会寻寻善诱地扶持你 帮助你 带领你走上蒙拯救的道路 让你接受他的审判刑罚 试炼熬炼 最终成全你 这样你就彻底蒙拯救了 所以 根据这一点来看 尽传福音本分 是不是也有机会 有可能走上蒙拯救的道路 是有机会的 完全有可能 就看人能否追求真理 走追求真理的道路了 今天主要交通了 敬传福音本分的各项真理 再回到刚开始交通的话题 对敬传福音本分的人员 应该怎么称呼 敬传福音本分的人员 对了 不能称为见证人 传道人 更不能称为福音使者 归根结底 这些人是传福音人员 千万别称自己是见证人 人见证不了什么 人不羞辱神就不错了 称为传道人更不行 跟这个差得更远 你传的不是道 你传讲的那些东西 离道差得太远了 所以说 把传福音人员的称呼定下来 人对这项本分的定义 应该就准确了 就是敬义方面本分的人员 根本不是什么见证人 传道人 这相差太远 如果称见证人 传道人 人是不是会觉得 自己高人一等 人容易显摆 容易膨胀 显摆膨胀是好事 还是坏事 你不高抬他 不高举他 他还总想膨胀 你要是再高捧他 称他是见证人 传道人 或者是福音使者 他得得意成什么样啊 他就飘起来了 现在对于传福音 这项本分涉及的各项真理 是不是基本上都清楚了 净好传福音的本分 必须得多多装备真理 有些人说 我不传福音 我用不用装备呀 还有些人说 我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传福音呢 我没传过福音 也不会说话 这怎么传呢 你不会传 你会不会装备 传福音方面的真理呀 你会不会操练说话 操练接触人呢 你如果有这个使命感 有这个责任心 你想把这个本分尽好 想与神配合 那你就应该装备 传福音方面的真理 意想方面的 实行方面的 都得装备 装备这两方面的真理 对神选民来说 都是义不容辞的 因为这些真理 谁装备都不多余 不是仅仅为了传福音 而是人类必须该明白的 人明白这些真理 有什么益处 能给人带来什么福气 可能人都能明白个大概 但是随着神的做工不断进身 人不断地经历神的做工 对真理的认识 也不断地进身 人与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人与神的交往越来越频繁 人会把这些 涉及到意象方面的真理 涉及到神做工方面的真理 逐步地跟神的作为 还有神对待每一个人的态度 去对号 这个逐步对号的过程 就是认识神的过程 作为一个受造之物 你信神很长时间了 对于神是谁 神怎么显现做工都不知道 这样信神是不是太糊涂 你尽本分这么多年 如果最终对神一点都不了解 那你信神等于白信了 如果听见魔鬼说一些 给神造谣的话 你相不相信 不相信 你现在说不相信 但如果你真不了解神 到有一天听见这些谣言 你就会疑惑 心里还琢磨 难道是真的吗 神能不能这样做呀 你就难受了 本分也不愿意尽了 受谣言影响了 觉得前面的道路黯淡无光 就迷茫了 人总迷茫 是怎么回事 人不知道神在哪 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神 就总迷茫 迷茫是在一种什么状态之下产生的 就是有很多看似矛盾的东西 使人产生困惑 使人看不清方向 不知往哪条路上走 就陷入迷茫了 你们对眼前的许多事 是不是能看清楚 能有分辨 能有正确的路途 这就涉及到 你对神的了解 涉及到 你对真理的领受 你装备真理的程度了 总迷茫的人 是怎么回事 事实上 真是看不清前面的道路吗 人总迷茫 真是眼睛瞎吗 不是 是心理瞎 就是对真理 对神 对所有人事物的判断 都是麻木的 为什么麻木 因为不明白真理 不认识神的作为 不认识神的性情 他对所有的事 没有一个准确判断的根据 所以他判断定性 什么事都没有标准 是模糊 是模糊的 看什么事都是不清晰 不明不白的 不知道怎么判断 也不知道怎么定义 看不透 这叫麻木 麻木 麻木导致人瞎眼 瞎眼 导致人总迷茫 就是这么回事 那人听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还能没有分辨呢 就是因为不明白真理 对什么事都看不透 都是瞎套归条 瞎定归 这算不算瞎眼呢 即使不算全瞎 也是半瞎 其实不明白真理 什么事也看不透 不管人信神时间长短 听到多少 如果始终不明白真理 这就是素质有问题了 与通不通灵 有直接关系 多数人听到多年 总能明白一些真理 你们也明白不少 只不过没有合适的环境 有些真理还没用到 你就觉得 自己是不是还不明白 真经历到的时候 需要你选择 或者需要你较真的时候 也可能那方面真理 对你来说 就会逐步清晰 现在在你的印象中 都是一些空洞的 大框的东西 道理性的东西 慢慢随着经历 随着年龄 逐步增长 很多真理在你里面 会逐步地越来越实际 越来越现实 也越来越让你能看到 真理实质的那一面 这样你就真正达到 明白真理了 看问题就会敏感了 不明白真理的人 无论听多少道 对于人性败坏性情 人的各种情形 和各类人的各种实质的表现 他就是睁着两眼也看不透 就是个睁眼瞎 而追求真理的人 外表好像是没留意 但是对人的一个举动 一个神态 他心里都会有感应 他会不知不觉地 对这事产生一种印象 这种印象 这种感觉是怎么来的 就是人所明白的真理 给人一种分辨的能力 让人对那种行为 做法或者表现的实质 有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是怎么来的 就是真理使人明白的 是真理给人的分辨力 与判断力 现在你们明白了一些真理 对有些事有点分辨了 就是不太准确 还没有像吃定心丸 那样的感觉 还是在摸索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说 那每一样事 你都跟我们交通交通吧 不用 人有人的责任 神有神的工作范围 我把各项真理都告诉给你们 剩下的就是你们在日常生活中 经历各种人事物 圣灵会做 圣灵会摆布 人必须做到的有一样 就是人的配合 人的追求 你不追求 我说得再清楚 你也得不着 我不会强行地灌输 强迫你 让你知道 让你明白 让你进入 我不会那么做 圣灵也从来不会那么做 只有你自愿 主动 积极地实行 进入 这些真理在你里面 才会不知不觉 结出果子 结出果子的时候 你心里亮堂了 这就是明白真理了 你要是不明白真理 那你就对什么事都麻木 反应迟钝 看什么也看不透 比如 有人做了一件事 别人说这是恶行 是什么性质 你不知道也看不出来 就是别人告诉你 你可能在道理上 接受承认了 但实质上 你还是不能达到认同 不能达到认同 那你是真明白了吗 你不明白 所以临到有些事 你只能守规条 这就是因为 你不明白真理造成的 我们的信念 真理是非常简直 直接认同 冬天 那就是 我会闭着 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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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